歡迎收看穩超聖券節目 今天的大盤是下跌了155點 加捐指數 利首在所謂的8300點附近的話 這個大盤會被建高檔之後 開始拉回修正 我相信這個答案 如果說你能夠事先知道的話 我相信各位今天應該有所動作 這個動作的話我們做出來 就是為了保護我們的會員 因為之前在所謂7200點附近的話 我是極力的告訴我的投資朋友們 你要目前為止危機陸勢 你要積極的去做多 但是當大盤上漲了接近1200點 這個所謂的滿足點 來到了所謂的8400 80點以上的位置去 高檔區一定會發生所謂的拉回修正 所謂的21天轉折 那這個轉折在今天你要留意到 老師必須要跟你講的 你就用所謂的一個陰陽K棒的一個形態 今天的所謂的K棒的形態 它是屬於一個黑K 這個黑K的實體的部分非常的長 跟你之前往前去看 這些所謂的紅K也好 黑K也好 它實體的部位代表是非常的小 那今天實體的部分非常的大 這個中間差別在什麼地方 也就是說實體的部分比較小的同時 它是屬於一個多空不明的 那如果說實體的部分比較大 不管是紅K也好黑K也好 它所代表的意義較為明顯 今天收的是所謂的黑K 所以說這個趨勢反轉的一個訊號 在目前為止非常的明顯 那這個之前往上的一個跳功缺口 今天封閉了 閻老師認為這個地方可能還有反彈的一個機會 但是反彈的同時 你只要確認了這個趨勢是往下修正的同時 你就必須要站在所謂的賣方 那不管買或賣的話 我相信閻老師的簡訊給我們的會員 這個簡訊的內容都是非常的明顯 這個看法沒有改變 目前為止建高檔之後 這個地方建高檔之後 可能有反彈啦 也有可能就直接橫盤整理以後 就直接往下回撤 這個叫回撤啦 你要先避開這一段回撤 你要先避開這一段回撤 避開了之後 保留資金部位在適當的一個時機點 你就可以做出一個出手大賺的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時機 那閻老師的節目跟各位講解一下 穩超勝券節目目前為止的話 在Winner台跟運動財經台 一共有四個節目 從早上的11點鐘 11點半開始播的話 在Winner台 運動財經台的部分的話 從所謂的每天的中午 中午包含所謂的晚上的8點到8點半 還有一個凌晨重播的時間 它在所謂的凌晨的1點到1點半 我相信這些節目時段 你在這些節目時段裡面都能夠看到閻老師 那在股市周報裡面在這個禮拜天 閻老師擔任所謂的股市周報的一個嘉賓 這個播的一個時間 一個在下午的4點 一個在所謂的晚上的8點 歡迎各位準時的收看閻老師的節目 我相信閻老師在節目裡面所呈現的 是一個真實的一個操盤 這個買跟賣一定要有所謂的根據 這個買跟賣之間一定有所謂的節奏 這個節奏來自於我們的操盤的一個經驗 只要你能夠累積像閻老師這樣子 操盤的一個經驗的話 我相信你一該出手 這個瞬間的一個出手的機會 你不會流失掉 該賣出的時候 我相信你也會毫不猶豫的 站在所謂的賣方號 那我們回顧一下好了 之前的9月2號這一天的話 老師有跟大家事先預告 均線理論告訴我們黃金交叉 開盤八法裡面開出來一個盤叫做3D 3日內建直播低點 3D建直播低點 三高站上趨勢 證明了我們均線的理論裡面的黃金交叉 當在所謂的低檔區的時候 老師跟各位講得非常清楚 這個地方有所謂的超跌 超跌的話就代表大利潤 老師也拿老師的字卡給各位看 進入到超跌區 後面有大利潤 你要好好的把握 這個時候在低檔區 常常充滿了恐懼 常常充滿了什麼 還是恐懼 跟貪婪沒有關係 因為在低檔區你非常的害怕 加選指數從高檔一路的修正 到低檔區沒有受過經驗的投資人 他得到的就是恐懼 他感受不到所謂的貪婪 但是老師那時候跟各位講 這個時候你就必須要貪婪 而你不是要恐懼嗎 後面證明了在低檔買的 目前為止你的貪婪絕對是對的 這個從低檔區7200點以下 往上漲到8480點以上 這短線上面的漲幅超過了1200點 證明顏老師之前跟你講 你在低檔區嘛 你要做到一個貪婪而不是恐懼 但是現在老師要跟你講的 你在高檔區 你在高檔區 你要先恐懼囉 你不是繼續貪婪喔 因為我之前跟各位講過了 這個地方有兩個所謂的 往上的一個跳空缺口 這邊有三道防線嘛 那目前為止第三個缺口 在這個位置區啊 已經看到了所謂的封閉 這天開出來的盤叫三高站上趨勢 三高站上趨勢老師再講一次喔 三高站上趨勢 你要看隔天的一個K線的形態 K線的形態開出來叫做3D 但是3D並沒有破趨勢 3D還是屬於小漲17點 所以說我們認定 這個多方趨勢沒有改變嘛 也就是說在9月18號這天 開出來3D盤嘛 這個3D尾盤還是上漲16點 所以說在這個所謂三高站上趨勢以後 還是一樣繼續收紅 但是今天的盤勢不一樣喔 為什麼會不一樣 來看一下喔 今天的大盤開出來叫3D破趨勢 這個趨勢也就均線三法裡面的 所謂的長線 只要跌破了一個長線的話 短線上面的話 它是屬於一個回檔修正的 也就今天有發生一個轉折 這個轉折你必須要做對的動作 手中有一些股票 你可能要做一些動作 到底是不是持股減碼 我相信你日後都可以驗證了 那老師今天帶來我們所有的操作的一個流程 但是限於我們的會員 所以老師在這張紙的一個背後 寫上了我們所有的今天的動作 但是我們可以給各位看的 就是這一個而已 今天是9月21號 我們所有的會員的動作 今天是屬於保密的 我們日後我們會把這張圖卡 背後掀出來給各位看 跟各位驗證我們今天做的動作 到底對不對 今天是屬於3D大跌破趨勢 破趨勢下跌了155點 這個非常重要 那手中有一些股票 像2454連發哥的 你要注意了 目前維持修正的一個格局 會非常大 3673的TPK 來今天也是一樣 都是屬於大跌的 這個你要注意了 2311的日月光也好 2325的細品也好 來這個都呈現一個叫做什麼 長黑K棒 雖然尾盤這個地方 有所謂的下影線 但是這個在高檔區 你要先 硬昂K線你要先辨別是在低檔區 還是在高檔區 如果高檔區出現這種現象的話 這個地方都一樣 聯發哥也是一樣 細品也是一樣 這些都是所謂的重要的全值股 那這個訊號就非常的明顯 你逢反彈的話 你還是要站在所謂的賣方 那我們之前 我們手中的一檔股票 來跟各位驗證一下 這檔股票我相信你應該很熟 那這檔股票是我們清淡會員的 那當時候的話 在9月16號這檔股票 是屬於低檔的一檔股票 低檔股票上漲的機會非常大 所以說當時候上漲了接近4% 來到9月18號 來持續的上漲 上漲了2.57% 那今天大盤大跌了155點 這檔股票創新高喔 是收在341塊錢喔 上漲2塊錢喔 但是我們這檔股票 我們在今天 我們一定要做出個賣出的動作 因為老實認為 這個股票會受大盤的影響 所以說今天創新高 這檔股票創新高 我們一樣 順勢的去做出一個賣出的動作 那包含6176的瑞宜也是一樣 你買了這檔股票為什麼會賠錢 你在第一檔買的絕對不會賠嘛 你就是看到了這一天 有利多的消息 可能你買在最高點114塊錢 買的人非常多 那這個所謂往上走的同時 這根長黑K棒啊 真的不好突破啦 所以說這個時候的話 你要做的動作 已經非常明顯了 所以老師在那邊提出老師的忠告 那如果說你真的要超多一檔股票 你要注意到底部區啊 它整理型態有沒有完成 如果有完成的話 老師認為這是一個買點啊 而不是在高檔區啊 你聽到什麼消息啊 你去做這個買進的動作啊 低檔買高檔賣 你才有所謂的獲利的空間嗎 那這檔股票 我們當時候在底部去進漲布局 那你後面可能看到一個漲停板 你後面可能看到一個持續創新高 但是在創新高的同時啊 我們都一定會順勢的 先行的來做出個獲利了結的動作啊 那這檔股票之前的一個高點啊 在108塊錢 我們不會帶各位去做出個追價 我們不會帶各位去做出個追價 所以說這些股票 到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操作結束了以後啊 我們就是要等待這個大盤 這個大盤 如果說有拉回的一個契機的話 我們手中的股票是出清的 那手中目前為止 現金部位很大的話 我們就是會逢低 開始去做出個佈局的動作 那如果說你對於老師的操作有興趣的 老師說過了 在大翻大跌的同時啊 那有一些股票 你可能就要事先的 去做出留意佈局的動作 那今天也是一樣啊 開放給各位打電話進來預約 因為中秋節快到了 我也希望大家能夠賺一點錢 所以說這檔股票開放給大家 來做出個預約 也就是之前我們操作了很多股票 包含聯亞啦 普瑞啦 GIS啦 金財 金瑞啦 這些股票當時候都在底部區的 那這檔股票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我們9月份只會推出這一檔標股 但是老師要先說明喔 這檔股票不是要讓你去追的喔 這檔股票我們要等拉回 拉回 這個叫三角整理的末端 一定有個整理型態出現 你一定要等拉回 才可以去做出個買進的動作 所以說你不是說 老師啊 這檔股票明天可不可以進場 老師必須要跟你講 單股所單的股票 你必須要等待老師的指令 也就是說這檔股票 我們不會去做出個追價的動作 我們一定要等到一個整理型態完成 這個整理型態完成啊 我之前在節目裡面 就跟各位稍微講過了 整理型態的完成 也就是說這檔股票如果要走多頭的話 這個整理型態一定要完成以後 才有所謂的初升段跟初升段 甚至你可以三段一起吃 如果整理型態沒有完成的話 它可能會是所謂的初跌段 可能會是所謂的初跌段 所以這兩個地方你去買的話 你占不到便宜 你一定要買整理型態結束以後 它開始走所謂的初升或是主升 那這檔股票目前為止的話 相信講的人也非常少了 等漲上去以後 我相信講的人應該會非常多 但是我們 老師在這邊要跟各位講 整理型態還沒有結束 你要等待一個拉回的一個買點 這個買點就是要讓 有耐心的投資朋友們 事先的去做出個布局的動作 那我們今天開放給各位 打電話進來索取 我們9月份的單股索單 唯一的一檔標馬股 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結果 頭痛 請用玉芬朱 吹琪丁 請用玉芬朱 月亮代表我的心 运达头顾 庆祝中秋佳节 人缘月圆 即刻启动 立上加力 立上加力行动 来电加码送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延非一失 现场七本命研究 磁力完整 共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风投 积极贷子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设夕大股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作先机 严格风险通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开始累积几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运达头顾 智库专线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茧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润态进攻 创新建筑 甲山林乘上乘 壮力落成 城屋玉寿复 大户轻松住 20分钟直达台北101 长庚正对面 金店面开放逾越 甲山林乘上乘 兑现承诺 24315858 欢迎回来节目讲 继续说 银行老师为你主持的 吻超顺券 这个大盘一定有所谓的方向 这个方向叫做趋势 趋势往上或是往下的话 都绝对有讯号可循 那一般的投资人的话 你可能学的 就是所谓的阴阳K线 阴阳K线里面的内容 包含单根K线 包含两根K线 包含所谓的三根K线的形态 它来掌握所谓的 关键性的转折 不论你用哪一种方法 你只要学得够透彻的话 老师认为 你的操盘经验 经验值累积到 某一个程度的话 我相信你对于大盘的看法 应该就跟严老师一样 但是目前为止这个形态 它是多方往下修正 修正的格局没有改变的话 我们不会出手 我们不会出手 我们会等待一个拉回的契机 就像当时候 我们在底部去看到 所谓的8月24号 这一天 它是开出来盘叫3D盘 这个地方敢去买的人不多 这个地方敢去买的人不多 但是事后证明 这个时候去买的人 它是一个大赢家 包含8月19号 这天开出来盘叫 三高站上趋势 三高站上趋势 一个波段的一个转折 满足点就是所谓的500点 所以说当这个加权指数 涨到所谓的8300点附近的话 这个满足点已经成立了 这个满足点已经成立的话 代表这个波段的行情 目前为止已经走完了 那看到所谓的三高又站上趋势 这个叫做长线的趋势 但是目前为止三高三滴三滴 连续三天开出来之后 礼拜一的大盘是属于3D破趋势 3D破趋势的一个大盘 3D叫转折 破趋势 这个趋势改变了 这个地方有转折 往上或是往下转折 你自己去做出个研办 你只要做对动作的 财富一样会分配在你身上 你要不要做那个持股解码的动作 其实老师今天准备了 这边所有的我们今天操作的内容 后面就是我们会员的一个简讯内容 老师不方便公开了 那我们只能跟各位讲 今天是9月21号 我们简讯的部分的话 有机会我们会在节目里面 跟各位来验证 那今天要跟各位验证是 3D大跌之后 后面老师的动作会不会做对 这个才是重点 那后面 这张纸的后面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简讯内容 老师会折时的来做出一个公告 那我们持续的看到我们之前操作过的股票 戴到4966的普瑞 之前在低档布局的 我相信你敢买的 你不管是买在哪一天 不管是买在所谓的拉回也好 你去做这个追价也好 它的所谓上升趋势没有改变 你是买到主流股的 我相信你在这段期间里面 你应该都是有机会赚到钱的 但是目前为止你要记得 大盘趋势改变的同时 你建高档之后 你一定要顺势的 去做出个卖出的动作 一定要顺势的去做出个卖出的动作 等到这个股票拉回的时候 你是一样有机会去做出个承接 你不是买在高档区到时候到牢了 那你可能又要等解套 那代号308的联雅 这张股票今天还是有人打电话进来问 老师这张股票你怎么看 其实我们之前公布了 一二三四四四四四的一个操作 到今天为止我们都是赚钱的 那这张股票如果说短线上面 我们是考量到所谓的利润 跟所谓的风险 如果说利润是大于风险的话 我们可能会考虑进场布局 那如果说风险性大的同时 我们就怎么样 就会操作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不会再进场了 这个就是说我们带领会员 目前为止操作的不二法门 利润跟风险 它就是一个所谓的杠杆 这个杠杆你要抓得非常好 那308的联雅 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营收 连续五个月创所谓新高 代表这张股票是基优股 基优股的话在六月份的 营收一样创高 那包含今年一样 可以看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业绩 因为它是做所谓的光通讯跟细光计划 那EPS有机会挑战四块钱 当时候在填权期的时候 老师有跟你说 一天就完成了 那这张股票你要操作 你要注意到趋势业绩跟筹码 那目前为止我们操作结束了 操作结束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阴阳开心告诉你 这个地方去做出买性 应该是个安全的点位 因为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叫做低档拇指 在盘中出现个低档拇指 这个所谓的带量上攻 你用今天的量跟昨天的量 去做出个比较 在7月24号 7月29号 创新高以后拉回修正 这个地方开出来的盘叫平切盘 我相信你只要能够掌握 这两个关键性的买点 第一满 第一满 逢高 获利了结 你应该都是有办法赚到钱 那我们的操作绝对不是用嘴巴讲的 我们都是用实际的行动 我们都是有证据 拿给我们的投资朋友们看 我相信我的会员也在看我们的节目 目前为止3081的联雅 我们全速的先行做到一个获利了结 把资金全速的抽回来 我们就是要准备 等大盘修正的同时 老师会帮各位找一档 比3081联雅还要更标的股票 3081的联雅 这张股票来看到我们的简讯 我相信一个有诚信的老师 在操作这档果票的时候 会帮各位做到一个落袋为安 一个有诚信的老师 他一定是有秀证据给你看 来帮各位做到一个有买有卖 那第三次的一个操作的话 都可以持续的跟老师验证 但是后面的一个操作老师 常常跟我们的投资人讲 你操作的张数要稍微放大 这个放大一个张数 对各位是有好处的 那6456的FTIS 我相信从之前第一次维基路市 到第二次一个专业性的买点 那后面我们公布的 就包含6月23号 这个第一次出手 第一次出手赚的不多啦 一张的话大概就只有赚9块钱 10张的话你可以获得9万块钱 张数放大你可以赚的更多 第二次操作就不错咯 价差一张可以到达23块钱 如果说你真的可以买到10张 我相信这笔单的话 对你的财富帮助性就非常大 那小资金的投资朋友们 老师有开放第三次的一个操作 也就是说任何一级会员等级 应该都有操作到第三次啦 那包含第四次的一个操作 那这张股票操作起来应该非常简单 这叫多方的格局只要拉回就可以找买点 因为它是趋势往上走的 红K棒的部分比较多 当建高档之后 你看往下跌的同时 这个所谓的左肩它是属于平缓的 右肩是属于倾斜的 这个叫做多方格局 这个叫做空方的格局 低档区你要确认 有没有什么关键性的一个讯号 这个拇指线告诉各位 低档区已经有支撑了 一般人的一个买卖点是以所谓的钉子线的 一个钉子的一个最下缘的地方 来作为一个停损点 但是你要去看前面的一个行情啊 它已经修正了很大了 已经进入到所谓的超卖区了 所以说这个钉子线的意义非凡啊 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的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 低档拇指线又出现钉子线啊 打到跌停板啊 就是你很好的一个机会啊 叶诚老师说过了这张股票 我们的操作就不会再公布了 业绩也是大成长 那这张股票就保留给我们的会员 我相信我的会员都在看电视啦 那目前为止的话 手中的资金应该都是满档 也就是说他们在准备啊 下一次老师要发简讯给他们 老师会带他们去做标股 老师先讲哦 每一集会员你只能操作三档股票 这三档股票麻烦你用三分之一的部位 全力的去做出个买进 因为我们的股票也不多 我们的简讯内容也非常简单 只有买跟卖 只要你按照老师的简讯来操作的话 老师认为你的胜算是非常大 那中秋节快到了 老师今天开放唯一的一档标股 中秋节里面的九月份 唯一的一档标股 也就是说单股所单 只有一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不是叫你马上去追 不是马上叫你去追 老师先讲哦 这个形态叫整理结束 这个地方有两个做法 一个是带量上工 一个是带量下跌 一个是没有带量下跌 这三种的判断需要给专业的老师 所以说你今天打电话进来 先把资料先拿到手 那这档股票 你要等待老师的电话 来帮你通知到 九月份唯一的一档 黑马股 黑马股里面的标马股 今天打电话进来的 来直接跟我们助理 来做出个索取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则 吹起听 请用起听 无分之 无分之 不好 月亮代表我的心 运达投顾 庆祝中秋佳节 人员月圆 即刻启动立上加力 立上加力行动 来电加马送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顾 严分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共用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空投 积极贷行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深吸大海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并且鼓制鼓尊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没有想任谎 div policymakers 我思议 在实际都是 但是 审描 白奈 今 没有望 橫上 逆水 河南 吻 竹 彈跳舞 露霧聲 哇 這麼多好聽的歌 工費好賣啊 懷念的工費 錯過就沒有了 你買來處理放 以後想要聽工費唱歌 隨時都聽得到 也隨時都看得到 全頭15片CD 2片DVD 總共251收 1千280塊 金卡電話 看